接下来这个事情也是挺乌龙的 这是新北市的细止地震事务所 12年前因为测量用地的时候出错 导致业者把加油站盖在道路用地 结果后来遭到拆除 经过了将近10年的诉讼 最高法院判决新北市政府 必须要赔偿业者4600多万元 创下了新北市国赔最高的记录 而市政府的国赔审议小组 最近做出了决定 他们要按照责任的比例 向当时的承办人员来求偿 其中主要负责的一名测量人员 自己就要赔偿87万 这块位在汐纸新台五路旁的空地 是道路拓宽预留用地 不过新北市政府的汐纸地震事务所 在12年前却把现况地级线 误认为道路边线 因此把道路预定地误判为加油站可用地 导致业者盖好加油站 还没有营业就遭到强制拆除 业者提起诉讼申请国赔 经过十多年缠送 最高法院判决新北市政府赔偿四千六百多万元 市政府在最近也依照责任比例 向当年的承办人员求偿 我们必须要考虑他领了薪水 跟他负担的能力之间的横平上面的问题 三位同仁加起来 负担大概一百四十九万左右 那算起来比例大概三趴 当年主要负责测量的黄性测量员 虽然是临时雇员 但仍要赔偿87万元 料性测量员赔偿47万元 负责督导的主管赔偿13万元 汐止地震事务所表示 当年因为突击老旧又没有电脑辅助 所以容易发生错误 但确实也是承办人员的疏失 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还有70%的突击 是从日记时代留下来的老图 那老图在实际操作上就会 误差会比较大 就比较容易发生一些失误 新北市政府表示 目前已经全面采用电脑图资 来做测量的辅具 降低错误发生 而由于新北市政府地震局辖区大 以细致地震事务所为例 一天平均要负责五件用地测量 人力吃紧 地震局也在招募测量员 希望寄取这一件新北市最高国陪的教训 不要再有类似状况发生 记者综合报道